那么在中兄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 双方决定将现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并发表联合声明 中兄双方一致同意 积极利用双都边场合 举行两国领导人会晤 进一步发挥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 中方支持兄方为维护国家稳定 促进经济发展所做努力 匈牙利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匈牙利反对任何形式的破坏中国国家统一的分裂行为 双方愿加强高层交往 密切两国中央和地方政府 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部门各层级的交流与合作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不断增进战略和政治互信 为不断充实中兄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双方致力于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和匈牙利向东开放政策框架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中方将继续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匈牙利投资 双方将有序推进在清洁能源 人工智能 移动通信技术 核能与核技术等新兴领域合作 匈牙利塞尔维亚铁路项目是双方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 双方愿积极推进匈塞铁路匈牙利段项目工程建设 双方支持两国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机构 商协会加强交流 深化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合作 培育经贸新增长点 拓展经贸合作广度和深度 双方同意建立两国政府间中欧班列合作机制 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中欧陆海快线通关便利化合作 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双方将加强中欧农业企业间经贸投资合作 进一步深化金融合作 双方愿共同应对全球化 城镇化 绿色低碳化 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面临的新挑战 双方支持两国空运企业 根据市场需求增加中欧直航航班 进一步促进商务 旅游和人文交流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教育合作 同意继续支持两国青年学习对方国家语言 双方将深化科技创新领域互利合作 双方将在卫生政策 传染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等领域加强合作 双方支持中医药在匈牙利及中东欧地区的推广应用 双方愿本着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的原则 加强沟通和协调 共同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中方重申致力于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鼓励开展高层交往 增进战略共识 加强人文交流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双方强调 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重要性 雄方重视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千万多湯 千万多湯 千万